清朝中夜,摘教随着大量游民进入台湾。 国必出家可以代法修行, 唯一是给当时许多想念国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教菜堂, 开启了方便把门。 摘糖吃摘,逐渐形成风气,对台湾影响甚至。 但如今,老摘糖却容颜迟暮,命运未博。